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娛樂集感 要跟進香港最Hit的八卦事情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資料搜集 五元雞毛廣告Platron 進入我們的會員轉區 這一節我們跟大家說三個消息 第一個消息 說回陳凱琳的弟弟真的走了 不是假的 唉,真是搞成這樣 今宵多珍重 陳凱琳珍惜跟弟弟移民前的時光 真的走了,離開香港了 鐵定 林作,你真是 是不是你都好了 但林作這個人是 有人叫我開一個 你最想踏實的人物的選舉 我不敢開 這些,不要 你想而已,我不想 我想也不會告訴別人我想 你想我死 以和為歸 我們今天會說說陳凱琳的弟弟 另外走的人,怎知道只有他 黃夏衛女士 我們敬愛的夏衛衣 夏衛BB 被人拍到一張拜神相 拍到那個波很大 他自己說的 OK仔說放過人,九十幾歲 你都不是做這行的 九十一歲,黃夏衛 自稱為何拍到我的波那麼大 對,也有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有才能拍的 你大才能拍的 難道拍到陳凱琳大嗎 你說P徒嗎?難道女兒P徒大嗎 黃夏衛女士身材好 其實在香港來說已經不是新聞 是一個出名的 就說一說他的日事 另外就要再說 最後就是再說誰呢 先看看 朱玉AK 朱玉AK的傳媒人人人人人捧殺他 今次殺他最新赤薄除罩相片流出 最近經常叫他除罩除罩 那些人最喜歡叫他除罩 那網民就指控威威曾經開過毒品派對 這麼糟糕 但是這些指控其實是任你所說的 不是有些指控不可以亂說的 你沒名沒姓地寫下去 稍後跟大家研究一下他究竟如何被人指控 先說回林作的混蛋 就是搞到別人的弟弟離開 有些人說未必有關係 因為陳凱琳的弟弟一早都移民加拿大的 噢 即是剛剛二雀江江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發了一條片給他呢 即是他説 不要教啦 我都走啦 即是他用英文說 當然我不懂英文說 即是說我也走啦 我很愛我爸爸 是不是 那沒關係的 他一向都走的 他不用回應林作 林作其實都說 那個回應是否他本人 可以是假帳戶 所以就不知道了 但是真的走 真的走 就事發幾天 林作出帖說他會離開香港 跟大家道別 令外界認為 Derek 不是Derek 中 Derek Chang 是不堪壓力有此決定的 那原來 陳凱琳在今年四月 即是兩個月前 已經透露了弟弟將會移民加拿大 展開新生活的 那日前 就是23日 就是陳凱琳 跟他弟弟過了31歲生日 就跟他道別 他寫了一個照片 就說是 the best like ever 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天 爭取珍惜和弟弟僅餘的時光 你知道飛到老年那麼遠 我也研究過 飛到加拿大接近二十個小時 是 這樣 真是天南地北 就說一天見到 但是實際上 經常都不會見到 這樣就離開了 這件事 剛剛的飛機撞子妖 當然 有人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 打算走 或者原先未走得那麼快 即是 有報道指 剛才你說陳凱琳說 他弟弟想著 是啊 但是他想著而已 還未走 想著而已 想著 可能一年後走又行 半年後走又行 是啊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燃料 導致整件事 加速 導致 燃料 導火線 你想說 沒所謂的 你導火線又行 你可以 加速 令到加速走快兩步 林作是加速師 會不會是呢 真的不知道 搞其他事 其實是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 突然間 很多人很想知道 很想知道 即是有些女生 那些就留在 未成年 那些 是你這些大律師才可以過去 不是 不然又發了一些法律 甚麼過來 人家都開了商 那些就算 是啊 是的 那這個 可能這件事 也真的未必關他的事 但是始終搞到 人家 這樣被人唱 就不太好 整件 我去到尾 說多或少 那些人就會 搞不搞 拿出來說 這件事 是會的 是啊 搞到別人走 人家什麼事 總之人家家有什麼事 要拿出來說 好像 一月頭 國泰空少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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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笑在可以 其實是這樣的 陳凱臨的弟弟 不要梳了髮型 留下姜濤的頭 染金毛 人家說你很黑 你的皮膚 浪黑了 那就可以了 都可以的 你的風脂有墨 去解決事情 他弟弟應該可以 染金毛 大個黑超 好像做那個 什麼 玩那個 外國很流行的 灑鹽那個 那個 那些款 以為是像外國人 那些款 那些款 先說一下 黃校衛女士 你又走了 被人拍到 去了那個 黃大仙 做人家的頭炷香 他這支叫做告別香 是 是不是 即是叫埋齋 埋齋 真的 告別香 名字不太好 談話當中表示 告別只是一個名邪 一般和朋友告別 只是代表責任的行為 況且有緣一定會再見 總會遇見 道別總比不辭而別好 黃夏衛就說 為何拍到我的球這麼大 不過幸好我真材實料 沒有花沒有假 不是什麼 哈哈 這個就是黃夏衛 黃夏衛的留言 好笑的 網友笑到爆炸 很開心 黃夏衛女士身材好 當然 說她心胸廣闊 這個就是 夏衛BB親自在我的頻道 糾正我 因為我以前聽過林嬌說 很喜歡黃夏衛 當然也是看無線說的 林嬌怎會跟我說 那時候我就不知道 黃夏衛的真正歷清 你知道以前的電視 看尖叔那套叫做什麼 城市追擊 他經常訪問林嬌 林嬌說黃夏衛 因為她那時候沒有字幕 我聽了叫貓狐腦 我以為是貓狐腦 以為是貓 黃夏衛女士親自來我台 就糾正我 不是貓狐腦 是貓狐腦 一貓狐腦 什麼叫貓狐腦 夏衛依跟我說 她說 狐腦一個夠勁抽 狐腦身形 我有一隻貓狐腦 那就更厲害 厲害吧 黃夏衛 就說16歲已經進了影藝圈 因為好身材 和好樣子 被人稱為貓狐腦 出名 我想其實黃夏衛才是 第一代的小毛 是不是 16歲出道 有些小毛 30歲都叫自己做小毛 其實她真的是小毛 當時已經有很多狂瘋浪蝶 看著她的貓狐腦 想得到她的貓狐腦 當年 也有警長為她而爭鋒 喝醋 追她的名聲和富商為數也不少 秘力是沒法黨的 夏衛伊 所以真是勢力了 祝她前程感受 一路順風 她說去州列國 去美國 其中一個地方是去美國 另外可能會到處玩一下 玩一下 不是 就好 不是 就好 周圍看看這個世界 我經常都說 我們就在Google Map看 你就親身出去看 好 遲些有機會有緣撞回 說一下朱玉威威 說了是娛樂習感 她這期是水尾 因為沒有去承托演藝事業 現在我也不知道你算是什麼 網紅 演藝是很難去的 之前也有傳她是不是真的拍TVB 這個時候 她會不會 之前是有傳過她拍電視 有人說拍到她拍外景 但你明白到這期的消息這麼不利她 TVB就比較緊張這些事 不過男 看看她會不會 男就特別鬆嚴謹 鬆一點 女就嚴謹一點 這件事是有斟酌的 但是 你知道這期的消息 不停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關於演藝人 偏向是負面多 會不會多一個 好像就多了一點呢 因為 這期 正如你剛才這麼說 其實她這期不是有這些新聞 她都很靜局的 對上那次 大家想想搞什麼 她是在荃灣 荃灣那個就是粉絲見面會 沒有啦 好像都沒有什麼後續下去 然後就變了 咦 她在高位置 一聲直線向下沉 然後就不停有這些 所謂的負面新聞出來 原來是 應該是外回家找人 扮AK 扮她 不是AK 扮朱玉 有人扮朱玉 就是外回家的劇情 為什麼不直接找她呢 為什麼要直接找她 不需要假裝啊 她每個人都戴口罩 整個金毛都當是 這樣 是呀 請她為什麼要捧紅你 為什麼要益你 但是你又吃別人的東西 是啊 不行啊 當然可以 只有你可以戴口罩金毛 這樣是嗎 不是 很厲害 傳媒說 差不多了 傳媒這麼說 最新赤膊除罩想流出 網民指控威威曾開毒品派對 你死不死 我不是說她 我說傳媒怕你不死 喂 有網民指 隨便有個網民說這樣那樣 拿來做標題 不行你死了 喂 有網民指 五仔曾經做過鴨 拿來做標題 那我是不是做過鴨 不是的 有一個人發瘋 他拿來做標題 是 真的不怕你 怕你紅 怕你紅 現在呢 我看到很多媒體對她 以前那一下 就給你位子上 又說紅到日本 又說 成成現在呢 就要打你 打倒你 現在還開了 有人開了 隨罩威威流送區 反應熱烈 裡面有很多惡搞徒 負面評論 有好笑 有人質問我 他說 為什麼經常叫人脫口罩 你不如叫明星落裝吧 而你的智慧很難解釋給你聽 脫口罩遮著的樣子 和化妝是兩件事 喬妝都不要管 你化過全妝化得漂亮 走出來都叫無遮無掩 神仙難辨 但現在你又遮又掩 遮遮掩掩掩 一一癢癢 是啊 閃閃叔叔叔又抱琵琶半遮念 我經常都說這些 脫口罩是沒問題的 做藝人見樣子是天空地道的 為什麼經常叫人脫口罩 為什麼不脫口罩 那就是什麼 誰的明星 你說他是最特別的 大哥 這些東西其實 答案都呼之欲出 怎麼鬼呢 脫口罩不行 沒那麼行 人的腦子是這樣的 我看過一個日本的 講很多口罩小姐 以前沒有確診病毒的時候 那些女兒都經常戴口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戴那些校服妹 她們經常說 戴口罩的女兒的樣子很棒 那日本節目 在街頭叫女兒脫口罩 十個穿 九個半脫了口罩之後 你都會失望 有老婆 如果她對眼是試正 譬如她的眼是A級 譬如她的鼻、嘴是D、H級 梢牙、突下巴、私不扭扭扭 你看不到 你會自動腦補了A級的鼻 A級的嘴 威威對眼是OK的 眼神也是善良的 但是戴著口罩就會有幻想 不過除了口罩 之前一開始已經有過氣的阿姐 說沒有了幻想 幻想就是你一廂情願 很多人都是想著她是這樣的 因為你老保了那一刻 是啊 你在香港在街上 每個美女戴著口罩很美 這是你個人的遐想 對她 當然了 報紙在折錄了 劉宋區 即是她的黑粉區 有人這樣說 威威是有底的 打了格仔 新格仔安 她說是什麼 她說不記得 大佬是井頭村什麼什麼 梅什麼 黃什麼波 真是複雜 她說你Google一下井頭村就知道什麼了 她的兄弟沒有人叫她做威威的 叫她做劉宋的 是不是呢 真是不清楚了 這些日事還是爆這些日事 寫了大篇文 她被人爆了什麼 她說什麼 扮哭的時候 或者在屋邨長大 就是真的 她在屯門 填景村 這樣 只不過 她大佬是井頭村的 所以經常都會在井頭村那裡 stand by 出來stand by 行動組那些 我說得很斯文 免得影響別人 就說她有很多女的 說她一腳踏幾船 說這個很難說 一腳踏幾船 一腳踏幾船 這個寫出來做什麼呢 我經常都自己寫自己 我經常說自己 說有很多女的 沒有的 用人格去寫壞人格 寫壞人格 寫壞人格 就在這裡寫 她叫劉宋 你收手吧 你劉宋 現在還好意思出來扮哭 但是你九文龍來 這樣說 不要忘記你的兄弟 不要忘記井頭村 這樣 對不對得住那些小 這樣 哇 寫到這樣 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作文也不出奇 其實 真心一句 如果你隨便找一個 剛剛正在紅上去 你把這篇文 轉到另一個人 又是萬能的 古天駱 不需要古天駱 就是剛剛正在紅那些 其實古天駱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那些人 其實 你這些東西 只不過那時候 我告訴你 以前是沒有上網 只要你古天駱 那時候 很多人在說 什麼細古大古 什麼什麼 你們自己江湖人 傳這些都傳到爆炸 大細古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有什麼問題呢 古天駱也可以 現在 那些人 讚他 就讚到天上有地下無 哇 很有型啊 他人很nice 又說 很顧家 那樣 好啦 到不是那時候 反過來 將那些 讚的那些 全部 做一個 反差 這樣 全部都是一個 差的人 你在這個留言 浪費氣 我不是幫他 我覺得 你說他多女 以前好 多女 說他騙女 人家都結婚了 陳冠希 教有個老婆 以前有多女 那就怎麼辦 然後人們說他重量 多女 很出奇 所以一件事 從兩個角度去看 可以變好 可以變壞 是啊 你堅強寫他 那這堆東西 你說他有底 有什麼 你說對不對得住 那些兄弟 什麼對不對得住 其實我覺得 你是哪個兄弟 你走出來 用你的嘴巴說他 內地很流行 用實名舉報 實名舉報 你就拿一張身份證 拍照自己的樣子 你說他可以獨P 如果你有證據 你就報警抓他 獨P 這些是犯法 違法 但是你隨便說一句 只要你說你老母 楊貴妃也可以 報紙也是 隨便人家這樣寫 拿來做標題 我遮捧殺我命 先拿真材實料 隨便說兩句 拿來做標題 在玩生弊 大家都認識 我認識 玩厲害一點 還可以 但是有條線 去到這個位置 很多無知的婦孺 看到之後 擺左擺右 就是你們這些報道 那一期 本身 那些主婦 走到豬肉檔 說很喜歡他 說他很帥 幫手捧 最初是這樣的 後來大肆宣揚之後 大家就可以推波助瀾 那你想他怎樣 是不是他自己走出來 認識 不是 你們說他認識 現在轉過頭又說 他什麼又說 就是這樣 所以人生的事情 不是 就是這樣說 有時候一件事兩面看 你可以說他 以前好多條女兒 一腳踏幾船 你可以說他現在 浪子回頭金不換 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看你自己想哪一句 人就是這樣 剝花生 小椰啤酒 下次再剝一個 Bye